鲁能主帅李肖鹏 自从鲁能主场对阵深花的比赛之后,在后面三场比赛中他都没有出现在鲁能大名单中,通过分析这三场比赛的对手来看,李肖鹏的安排不无道理,国安是鲁能的宿敌,同样也是今年中超冠军的热门球队,重庆思维虽然近期战绩不佳,但对鲁能的历史战绩上,占据更多优势,而华夏幸福是一支神经刀球队, 这三支球队都不是鲁能轻松拿下的对手,但在李教授的安排之下,最终鲁能占平国安,战胜了另外两支球队,没有让格德斯上场,是因为鲁能的成绩大于一切,当然让格德斯连续观看了三场比赛,李肖鹏或许也存在敖鹰的想法,期待着这位年轻新元状态爆发,贵州虽然也是鲁能的苦主, 但在上一场比赛中,进攻核心伊拉维奇与队长杜维再次出现伤病问题,对阵鲁能能否现身未可得知,贵州横峰的攻防二端或许会陷入半瘫痪的状态, 以现在的鲁能来看,稳定碾压这支中超副班长几乎没有任何问题,而这场比赛对于鲁能来讲,除了取胜,也是给格德斯表现,证明自己的机会,毕竟已经压抑了三场比赛,格德斯将会迎来彻底释放,鲁能取胜的赛后合影中,格德斯势必希望自己能站在球队中心进行欢呼庆祝, 下窗后格德斯即代表鲁能打了两场比赛,姑且可以视为一次大型的热身活动,当然也包括李肖鹏对他的初步评估,在近期的鲁能训练中,李肖鹏亲自参与进来,对格德斯进行指点,开始细化他在场上的战术安排,相信通过前二场的比赛,这一次格德斯会带着主教练,交代给他的任务,来实现自身价值, 离开赛场这么久,相信球尼也十分期待格德斯的表现,在李教授的努力下,相信格德斯不会辜负他的期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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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